台长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家里吵架的时候 你想让他不吵架 你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吗 我告诉你们 坐下来的时候 人吵不起来的 因为站起来了就吵架了 你看 吵架的时候开始是坐着的 一吵得厉害了 他就坐不住了 轰站起来骂人了 你看看劝人的人 不要吵了不要吵 你坐下坐下 等到他一坐下的时候 他就不吵架了 大家懂得这是什么吗 因为坐才能定 所以坐才能禅 所以我们说 中国人的禅定禅定 就是讲的这个 当你一坐定的时候 你的禅念 你的智慧就慢慢的升起 你的小周天大周天 全部打通了 那个时候你上阶天气 下阶地气 哇 一直冲到天上 教了你们很多方法 坐下来不容易吵架 以后想不吵架的人 就跟我坐下来 我告诉你 吵架的人 首先是要站起来 他因为坐着的气都不顺 他骂不出来 当然了 当然了 念解节重 念心经 那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心里过去 有一对老夫妻像冤家一样 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现在夫妻两个都学心灵法门 小房子来不及念 两个人告诉我说 胡台长想吵架没时间 我看见他 他看见我就 他说我有时候实在开场做的事情不顺眼了 我就 因为他没有时间再吵架了 所以念经真是个好事情啊 希望大家多多念经 去烧吵架